尊敬的各位领导,各位专家,各位同道,大家好,我是张伯礼,首先热烈的祝贺全球抗议与国际传播论坛大会胜利召开,我非常期盼能够去参加这次大会,因为北京有重要的会议冲突, 只能在线上向大会表示敬意,预入大会圆满成功,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,重创了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,给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, 但是,自去年5月份以后,又发生了像北京新发地,大连乌鲁木齐,去年年底的石家庄通化,以及今年的云南,广州,南京,扬州等等,多点散发和局部爆发的疫情, 但是我们都用很快的时间控制着疫情的进展,而我们对疫情的治疗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,因此死亡率很低, 而我们在后遗症方面,发生的比例和严重的程度都较国外为轻,这也体现了我们中西街和中西要并用的优势, 我想呢,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疫情,得不到控制,全世界的疫情就不能说是胜利,也不会得到安宁, 所以全世界人民一定要携起手来,团结一致,共同抗疫,才能打赢这场战争, 病毒虽然在变异,但是我们对它的规律,掌握得越来越清晰, 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,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, 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掉以清晰,人和病毒共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, 它是需要条件的,目前时机尚不成熟, 应该说,我们和病毒这场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相斥的阶段, 我们还是需要外方输入,内方扩散, 还要是坚持我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, 积极推广疫苗的注射,力求早日形成社会群体免疫,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总结经验,研究它的作用机理, 同时也研制在康复阶段治疗的药物, 总结这方面的经验,同时这些经验也愿意和世界人民分享, 我们也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这方面的体会, 在这里,我预祝大会原本成功, 预祝每位餐会的代表,工作顺利,身体健康, 谢谢大家。